由黑沙灣的居民、北門當局 在他們大廈門前面 興建固體垃圾地下自動收集系統 他們認為會影響居民健康 促請當局考慮將設計修改 遷離大廈門口 黑沙灣馬場海邊馬路 復保花園的一批居民 在大廈門掛起橫額 抗議將固體垃圾地下自動收集系統 興建在他們的大廈門口 認為除了有外景觀之外 更會影響居民的健康 促請當局考慮修改設計 將系統遷離大廈門口 我們不要要求 不要說權力說他不用做 這個是為市民服務一定要做 但是做的之中 但是你要顧問我們市民 嚇不嚇你 如果嚇你 那你說OK 如果我把這三個東西 我放回政府 那些屬於光源的大門口 可以不可以呢 你肯定遊行不行 柳居民就說 如果當局不理會他們的訴求 會將行動升級 如果他呢 現在還不是我們會升級的行動 我們剛才撲個身在那裡 都要保護我們自己的大廈門口 以後才會我們會遊行 我們要抗議 負責項目營運的澳門清潔專員公司說 稍後會和負責項目的政府部門溝通 跟居民本身亦都溝通過 我們已經成立了一個溝通的機制 我們亦都會和我們的工程小組去開會 看看怎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而建設發展辦公室說已經了解事件 我們等一下 我們有一個明天 行動不就是 欠責責任 祂地支組 負責任 我們下次見 你會不會 在那裡 有一個新的 責任 就變成